视频分为整括版和正经版 大家根据需求选择观看吧 大家好我是ba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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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鸡蛋糕 这期继续解说的道的故事吧 我马上解说 前情提要 为了更好应对武装 花海关指导猎海王修炼萧莉 让猎快为羽毛就不怕刀枪甚至捣蛋 老郭拔出大刀无法斩断羽毛后 出刀长向猎的身体 只需四刀 天才猎海王就成功练成萧刀及萧莉 就在两次突高兴之际 本部一战出场 瞧笑萧莉就是杂技 而也在锻炼了武装 用十字斩斩击落叶后 竟然将脑锅也无法斩开了羽毛一刀两断了 武装用刀斩完树叶本该拉刀的时候 一根羽毛从它上方掉落 等到完全入窍后 武装出一刀正在飘落的羽毛 居然再次拔刀鞠壳而出 武装一边下沉身体重心 一边急速力时针转动颗心腰宽 右脚弯膝保持原地不动 而左脚配合三层转动下后半圆垮动 以转腰带动握紧刀翘左手往后拉进翘影的同时 握出刀鞭的右手也斜上抽刀了 用腰力拔刀身法之快 但下身出现刀刀残影 到早在拔出之前 就在刀翘中完成加速了 这是用腰拔刀 等刀身完全拔出处于离翘状态 但还未亏向目标的那片刻之间 武装使此勾饼三指放松 排出那种能充分发挥强大握力独门的握刀手法了 武装卷使出一发立架沙斩 用鞋将鞋子将羽毛展开两半 在立石身转腰用腰拔刀之后 在一边鞋心上身 一边开始反向顺石身再次转腰 用大学腰力带动手臂旋转窥刀 进行手段加速 再将放松的三指紧压十指伸直 为刀进行二段加速 做到用腰窥刀了 尽管羽毛在空中多么不受力 但是在这发鞋带腰力臂力握力多种颗粒的斩机之下 也只能一分为二了 这刀充分体现出五张力与技如壳之门 千树之强是游客登峰造极 刀法所谓天下无双 之间一绝 五张又一次展示鸭和步斩以外的达人神迹 一样看到这一幕的德川直接佩服到川西规地 是否德川拿起刚刚斩羽毛的果宝果苦 一边观察一边说道 用这把游死强游死中的刀 竟然能斩断树叶和羽毛啊 而且速度快得连眼睛都看不清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五张看到德川一同刀同斑 第二刀将刀入俏地问自己是怎么装逼的 露出一脸愉悦的笑容说道 只用手去拔刀 当然无法斩断 要用腰拔刀 用腰窥刀 笔直一线地展下去 若不是这样 就无法展开 若不是这样 就无法称之为刀 啊 五张真是在阐述自己的刀吗 能展开羽毛 能展开世间万物的刀与斩机技术 难道就是五张自己所遵循的刀吗 还是单单只是说用腰拔刀这种发力技巧 是要把正刀进去彼此展计 才是用刀本刀呢 回到烈海王这边 本部再次水到 烈先生 你难道真的打算用那种炸鸡一般的剂量 来对抗公本武藏的利刃吗 拼到这番如此贬低中国武术中 最高阶技术的话 烈海王没有第一时间被记录发飙 而老郭却首先奔不住开始冷笑说道 哎呀呀 这位其恋日本古武术的武者啊 老郭夸干说完 一旁的客室安然心惊 啊 郭老师居然一眼 就看出本部先生的流派了吗 老郭继续笑里长道地访问道 你对已经得到我亲自认可的 完全性效率 表示质疑吗 嗯 夸干说完 郭海狂穿久违地浮现出那犀利的双筒 判出逼人的气场质问本部了 而本部看到老郭开眼 还十分从容地回答 这也难怪啊 毕竟你们是中国人 又怎么会了解战国时代的舞蹈呢 日本古代的舞蹈 具有中国所不流行的决斗文化 就算不在战场打仗 舞者的日常 也会因为某些小事情而引发决斗 双方一旦对峙 就意味着会有一番死亡 死者再也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在武战所身处的时代 即使是水平比较低的比试 也同样是如此残酷 同样都是以命相搏的 这点与胜负无关生死 可以不断重复发起挑战的近代格斗技相比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 尽管很多技术已经失传 能够流传到现代的古代武术 既不成熟 也不完整 当然是要对抗武战 就只能用旧式古老的方法去应战啦 天啊 本部突然八级露哄大叫 吹必胜下认真就在散所有的人啦 本部这方跨前半段 是在谴责近代中国武术 已经不再是以杀敌为目的的武术 后半段事故在质疑 老过这种偏近代才改良的消道消裂 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旧式古流武术 是不足以对抗武战的呀 这是越鼓越强 越全鼓越强的意思啊 只有旧式魔法 才能打倒古老魔法 大家听到本部的话后 都彻底愣住无言以对 而猎海王放下疲弱的鞭子低头说道 我明白了 那么 你想要我怎么做呢 本部一本正经严肃地说道 去拳吧 本部真的下定决心要守护猎海王啊 而听到这块猎为之一生有点正经 本部继续说道 空手对战 尚且实力悬殊 更可况是识到了公本武战了 猎海王 就算你有机关枪在手 也不愧有任何胜算的 啊 本部居然在猎海王面前 说出如此私礼的话了 猎听到这块不爽的咬紧牙关 露出四次敌业说道 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 本部听到猎拒绝戏权的要求后 叹了一口气 他一手亮出手刀手势 做出掌机动作后说道 猎先生 武战什么都长得断 他能斩断一切 无论是枪也好 羽毛也好 他都会一刀两断的 猎海王再次问道 那你要我怎么做 本部脸色大变 露出逼人胸关后 下定决心的说道 我要你 过不了我本部这一关 天哪 本部跨竿说完 所有人都为之意见的下得沉默结舌了 老郭再次吓得开眼 本部懒来的自信了 他接下来该不会要表演展开羽毛 或者破解效力了吧 而同一时间 地下经济场亮起了大灯 只见是雪魔王得川站在圣沙中间 他神情难得带有一丝忧伤 环顾四周的心想 明晚 这个竞技场中将会宽生一片 不对 应该会是鸦雀无声的吧 就在德川低头诚实的瞬间 他留意到什么后大吃一惊了 只见德川的脚下 突然出现了属丝不记的雪迹了 哇 雪迹真的偏布在竞技场剩下的每一个角落 而这恐怖灵异的一幕 瞎得那个本来浩文雪像的人渣都胆战心惊 恐惧的由于看到自己的死传一般 德川发出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害怕的喊声过后 雪迹才慢慢变淡消失 这次发生在解禁之战前夜晚上的事情 明天 究竟会发生什么不得了事情呢 另外一边 亮眼访问本部说到 过理这一关 我是考虑一下这句话的含义 既然你挡在我的面前 言下之意就是说 只有达到你 我才能继续前进嘛 我只想到这种解释 本部先生 希望是我有所误愧了 本部没有马上回答列的问题 而是沿路松关的 走到列的面前很近的地方说到 列先生 你可没有误愧啊 明白本部意图的列突然警惕 本部是故意竞争的 战斗已经开始 冲! 列海王的官用列毕童同会自动出击一般 向本部的头打出一发力拳就要爆头了 而初拳的瞬间 本部的头也同时急速虚幻着 大恐们对列突然不讲武德的偷袭感到意外 但是拳法家是绝不允许敌人以空手状态近身的呀 啪!本部非当情思偏头躲开攻击 而且居然还有余力 瞬间将出拳列毕用下额肩膀夹住了 啪!本部居然完成手臂固定后 急速完毕三魁同次的手臂 一发展抵就要用手掌 反关节顶抱列海王的手肘飞掉列毕了 列毕童尖窗后大吃一惊 啪! 就在本部展抵刚触碰到列轴的瞬间 列毕童虽然散脱了力道 抓嘴登地众生一跃 经营空方回旋受伸跨前为夷了 这是肖利吗 当时感觉略显生硬了 可是看到列毕差点尾吊 紧张的流出冷汗 啪! 所以列毕童大幅度腾空转体 被锁手腕也解脱松开了 砰! 列毕童一个金斗回到地面 而拉他的本部 侧头露出连麦的眼神看着列 本部刚刚拉招 用紧锁臂再折断手肘的招式 他连圆崖对搞冒声的时候也有用过 本部竟然是不是看穿效力 只对多数打击技有奇效 难以应对锁剂、脚剂、关节剂等主机的弱点 才用这招的呢 列毕童落地后 有点宽张的观察自己的惯用臂说道 没,没有受伤 厉害 刚刚差点就要被里废掉一臂 列毕童刚开始明显轻敌了 他直到现在 都有一点不敢相信本部居然这么强吧 不过怎么日本的舞蹈家 都这么喜欢针对列毕攻击的呀 本部说道 对手是玄凶列毕王 我可没有手下留心的余地 不过飞掉一臂 总比被长成两半好吧 啊 差点被他抓到了本部 原来是想通过飞掉列毕 来强逼列毕无法上场 让比赛取消 以达到守顾列的目的 不让他送死啊 现在列处警十分不利 列要彻底打败本部才算破胜通关 才能让本部心服口服 而本部这精英怪 只需要让列受伤 就算破胜达到目的 比如弄夸什么列腿列累列高即可 这关很难闯得过啊 但是尽管如此 列毕王还是选择勇往直前 他摆出对付皮克斯 那个可攻可守的叠臂架势 却挂不而出 难以预料列将会发起什么样的攻击 而本部已经自动的 留心观察列的动向 看清了 列右腕旋动做出准备动作了 列海王一方瞄头的反手抓紧 被本部台臂轻松格挡 而双方手腕相贴的情况下 本部旋动手掌 依照本部留取手 才是将列海王的观众手抓住 就要再次施展关节技了 但这种一时间 列也急速向前窥动另外一臂 列海王一发短处干脆的左手立拳 一拳打爆本部的腹部后继急速收睿 全力之强 将已经双手抓毕的本部直接打出印子 关节技要被强制打断了吗 没有 我老英雄看打能力可不是盖的 本部演犯巨凶路关 还有余地 噗噗 噗啊 本部旋强行施法 此处换错夜故 成功躲避了 本部一手抓弯 一手将列轴关节夹在腋下 这大幅度流动三升 来带动列币立关节转铁 现在本部只要持续施力压毕 就任将列海王的手肘折断 这是当年本部逼到永参要此处鬼背 残忍破解的必杀利技啊 列币这下肯定要断了吧 使现列海王另外一手按压地面作为支撑后 却没有强行推抗本部的力道 而是顺着本部流腰悬壁的方向 移动身体卸力消力 列海王居然在他走称地的体制下 持续一发高低 直接单头踢棒本部的死人头 完成绝地反击的同时还摆脱关节技了 一想不到踢机力道 将本部踢到咬牙借齿 如同猴子 这算是消力反击的处形了吗 就算面对如此可怕的鼓流就是力技 列海王也绝不退样的呀 本部头部后方向后扑倒 必不得已松开抓臂的手 然后十分难被 至少朝天的被击倒在地了 列海王不再追击 随时站穿正脚摆架严正以待 双方刚刚折破 中国全法VX股流有数的徒手攻防战 打得可谓激烈 感觉再打下去 双方谁胜谁负都很难预料啊 而刚刚列海王那招关节技破解法 早在第一步 本部的地址对加藤用同意招关节技的时候 就出现过类似的破法了 看到两人气喘叙叙叙的双目对视 看事情中涌出真正敬畏之情的心想 好强 列先生的实力有多强 无庸置疑 但是原来这个本部仪仗 竟然也有如此高的水准吗 其实刚刚本部队列的时候 都是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本部流有数主技 去对抗列海王的打击技啊 在列只用打击技 本部只用主技的前提下 本部优势巨大 本部流徒手格多的特点 是擅长对抗打击技的敌人 擅长发动反制打击技的擒拉技 自身并不擅长打击 本部这场不用打击技十分明智 而且本部曾经为了打倒勇士狼 六年来将自己作为实验品 用挨打来克服所有的打击技 所以本部的抗击打能力不弱 没被列海王一拳秒差很正常 而且本部自己还声称能抓住一切打击技 所以刚刚一战 他多次躲开并反抓列海王也很可理 毕竟本部可是曾经抓过勇士狼 和柳龙关手腕的男人啊 本部其实除了身体素食不行以外 捕手能力也是很强大的呀 他完全被低估了 本部百出十分 让人流必学知识喘气气的感叹 真不愧是列海王啊 看来确实比我强 不过 与武藏相比还差得远了 天哪 说话的同时 本部居然做出了那个熟悉的手型了 这以此为剑模仿握刀手势 就是武藏之前对应压之后 亮出无形关键的手法啊 这是武藏向行权吧 难道本部也会无道的吗 也达到无道自己了吗 他跟武藏经营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古流游数 本身就由剑刀进化而来的 本部会用剑术也理所担扬啊 看到本部 似乎一副要解禁百般午夜的样子 列海王大感震惊 看来接下来一场恶斗在所难免了 看要装逼的本部 突然由于受到什么重击一般 脸色大变了 什么回事啊 只见一只连麦翻松的拳头上 冒出阵阵泉眼 原来是老郭突然无声无气的使出神迹 瞬移到本部的身后 一拳打晕本部将本部秒杀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啊 老郭戴好眼镜对列说道 笨蛋 只能在比试前一晚做这种事呢 看到郭老师突然打断 列有点意外 老郭继续吹道 他可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解决的对手 列啊 要是你刚才还要继续的话 你是绝不可能无声获胜 全身而退的 看来郭海宽看得出刚刚的本部要动真格了 他是看出本部要用武器了吧 不过老郭啊 你因为本部都能伤到列 那你哪来的知情让列打倒武装啊 虽然是命难为 但是列海王还想反驳的说道 我列跨位说完 老郭马上抢前喊道 你是想说 我无所谓嘛 此言差矣 平台是被抢的列海王 愣住了流出冷汗 老郭继续说道 你玩好状态站在比试场 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赶快去休息吧 听到这块和列略敢失落地下头 我也很失落啊 接着列对的那个 逼都没装完就被打晕了本部 抱拳行李 本部以战的守护道 首次行动就坦坦失败了 真的太丢人了吧 假如这里本部成功守护列的话 列就能把表姨是补丁加强 方位稳身了呀 唉 而到了比赛当天 东京巨弹地下竞技场内 充斥了异样的喧哗声 而其中的原因就是 竞技场内出现了与平常明显不同的观景了 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呀 哼哼 切列摸 恐怕在现代的话 武藏会被得到如此称呼吧 但是如果是今晚 不由我们称呼台为斩列摸吧 你们知道什么是百无禁忌吗 这个之前没有水过吧 攻击鸡蛋 擦眼 啃咬 通通允许 但是 这些真的已经足够了吗 没有 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大家似乎还想看更厉害 更进一步的东西 哇 只见竞技场的中心位置 居然用那些充满水尿牙的圣杀 堆积成一个小沙丘啦 而且上面还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兵器 这该不会是某个泄源的坟头吧 这里有中日双方的各式武器 中国短兵器有 大刀 青龙刀 大斩刀 长兵器有三截棍 居然还有号称中国最难驾驭的高科技兵器 天宽级啊 接下来该不会有人身批盔甲 手持跨及五战一战吧 日本这边的兵器有太刀 打刀 还有没有刀型的白鞘刀 船长帮剑刀用的处阵棒 日本古武道中的奇门兵器 索莲 都是武战身处的战国时代 所熟悉的兵器啊 而并非独有的武器 大概只有长毛个长棍了 接下来双方究竟会选用 哪些兵器进行死斗呢 真的让人胆战心寒啊 而且现在 在场的每一个观众都不得不思考 可面对一个问题 自己想看的 究竟是比赛还是失散呢 自己想看的 是技术还是杀路呢 而前来观赞的人 还有几个熟悉的老面孔啊 而选手准备适中 准备出场的猎海王和老郭一言不发 猎抬起头后又低头叹了口气 是在调整呼吸吗 猎海王的假腿竟然真的快心了 当然是怎么感觉 除了颜色变了以外 可之前没啥区别啊 换才是了吧 而就在这时 有人从猎身后说到 不做热身运动吗 猎转头一看 哈哈 原来是一瓶糟糕到鱼童炸鱼啰罗码 猎牙啊 猎牙一脸卸爆迟早说到 不热身 是武术家做法吗 而看到猎牙来后 老郭马上眉开眼笑说到 哎呀哎呀 是你啊 老郭对猎牙评价估计超高了吧 毕竟猎牙可是将自己都打不包的外星人打败 取得老郭向往的第三最强称号的男人啊 猎牙继续说到 是我心理作用吗 感觉你的肚脐装 呃不对 你的善意很沉重啊 没有透视眼的刃牙也能发现 第六感很强了 猎五的一身奎硬 看来你装备齐全了呀 这是今晚这场比赛的规则下 应有了准备 还真像猎兄的一贯作风啊 猎听到这番话后 有点不解的反问道 我的作风吗 就是讲究公平对等 在你看来 既然以公本武战为对手 那就只有接受使用武器的规则 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公平 这种精神 确实很符合猎海王的性格 关于这点 之前在猎队战中就有呈现了 除了之前说过的 使求夺耳用武器 猎也会用这里以外 在猎队继海王这个比自己弱对手时候 猎为了公平 甚至被对方夺去一臂也是无所谓的 而应该夸战王猎后 一脸惭愧的说到 这种讲究公平的精神 真的让人妒忌啊 理事武器 所以使用刀剑也无妨 这句话 我就没人说出口了 真的了不起 不愧是猎先生 啊 拥押这番对猎的高度认可 其实也是谴责自己耸得意弊的精神弱小啊 身负第三最强称号的男人 居然没有勇气面对持针刀的武装 居然不敢谈谈真正接受或提出 这种公平条件下一决的身负 如果是那个男人 就算不公平不对称的条件 也不会耸了吧 愿押输给徒手武装之后 打那么多天鬼老模拟赛还是这么耸啊 愿押如果达不到猎这般水平的精神高度 那战胜武装 根本是吃人说梦了 啪了一声 老过拍展示意后说道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厉害完再次用避孔探气后 愿押说道 或许是我太多管闲事了 不过我还是提醒一句 没有识到公本武装的实力 话未说完 厉害完就开口说道 三天前 我曾经和他空手比试过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 手中无间的公本武装 与我不相三下 又或者 他的实力 还在我之上 这个为了与认定的强者一战 不畏生死 如同猎口一般勇猛的男人 迎着灿烂光芒凌厉进场了 他为了使出生平所学的一切技术 为了展示中国武术的强大 为了自己的大义 为了观测自己的道而勇往直前了 他 就是猎海王 而另外一边 武装在准备专束 咬着名威举袋布条 用熟练的手法 将袋子交叉复杂 缠在身上 绑紧宽充的衣袭为了方便活动 这条袋子 可这种复法 后面要考的哦 打完结完成举挂后 武装露出气爽神仪的表情了 而那个很照顾 人压见证人老先生 今天居然来接待武装了呀 这位什么大场面什么高手都见过老先生 流出冷汗的说道 太惊人了 武装转过头来 从你现在的状态 完全就看不出 你是一个即将面对生死之战的人了 甚至感觉 你在为某件事而兴奋不赢了 武装新制身高访问 兴奋不赢了 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了 这与兵法家所要求的 明镜止水相差甚远 武装拿起名道国苦后 露出无比期待和兴奋的表情走进会场了 砰 车哥从400年前复活至现代的武装健豪 将刀插进腰间叫步游 自己在现今首次正式公开决斗的场地当中 这里将是他的永生之所嘛 接下来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呢 此刻的武装新想 看来我无法抑制住 这熊熊养起的高岸斗志啊 不过 运交锋而生的喜悦 无需加以掩饰 双熊已经入场 最近武装与列海湾的极限一战会如何展开 这场死斗谁会胜出呢 我们下期再说 烟牙之性回顾 这期聊一下烟牙问题的模拟测试吧 这是连在这段期间举行的线下活动 有两个难度级别的题目供大家测试 还找搞笑艺人首先做题 看样子问题的程度很高很难的吧 即当我只在官网上找到答案 而找不到题目 毕竟一七八年前的网上 好像都是选择题啊 这部分还是等我找到题目 后面再慢慢详细展开聊吧 应该会很有意思 这期人聊点还是挺多的 开头为了吹武装用腰拔刀那段 花了半天时间去研究个琢磨 两次转要居壳这种事真的能实现吗 鸡蛋找资料之后 找到居壳达人丁锦勋 吐槽扮员这种用腰拔剑的呀 丁锦勋我之前也说过 是能展开BB单的神人啊 不过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扮员啊 有知道真相可以告诉我啊 然后就是本部说的就是武术的那段对白 可正式版大版本不同 现代武术改为了古流武术 就像上下文的台词意思都发生改变了 所以导致连载期间的汉跨 和大版本翻译的不同 我放出B站的 港版台版的大版本 还有美丽神跨翻译的版本 大家对比一下吧 本部的吹逼确实尴尬 当中加入我自己的理解 那里引用的漫画是出于小时衣服的烂人武战中的 这部漫画人通俗易懂的为理讲述 武术那个连带的激情价值观 和不同一组流小说版本的武术的人生 还是挺有趣的 这期厉害玩额本部的战斗桥段设计 翻员自己超自己的嫌疑很大 两部公司都是之前第一部出现过的 不过分镜更屌 观感不差 这几块连载期间 日本那边出现了很多遗甲乱争 批过偷保情报图 有很多都在视频中没人用上啊 这个分镜的批图最多 这个图改了愿压台词 愿压说我可是愿压到拦阻啊 达到武战的当然是我啦 列里是炮亏辛苦了 改的太些了吧 还有给其他人披墨镜的这个图 想用在视频中了 但是用不上 可惜啊 这个就是关于现实中本部流的 我找资料之后 才发现原来御殿首是本部流的 应该说本部流其分为两派 一个是本部御殿首 一个是本部全法 这是流其王四本为一家两兄弟 自立蒙古专利的 也就是说永沙所用的御殿首 本部真的有可能会用的呀 而本部御殿首 现实中确实擅长各种武器 也擅长取手的技术 而且无意中还给我找到了 判圆这个吹空手道分镜的处处 简直一模一样勇勇有 居然用本部流的图 来吹空手道嘛 判圆 现在你真的很笨啦 好吧 即使空手道和本部流 都算是源于流球 所以两个流派算是同源的 算是说得通吧 出影压到系列资料越找越多 耗时越来越长了 这期用了五天时间完成 真的太难了 希望大家多多投币点赞吧 好了我们下期再说吧